第一个就是这波封面看起来 真正严重要注意的应该是在未来48小时 也就是今天晚上到礼拜天中午 因为是因为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所以我们希望有关的这个隆林榆木方面 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特别是要尽可能要能够把它完备 避免未来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审判 另外一个当然这个部分要请水旅署 也和地方政府一起来注意 就是我们上一次有几个灾后复原的部分 这个部分特别脆弱 那么这些地区也要提高警觉 还有就是0601公明来临之前 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缺雨的 所以这个土壤的吸水程度是很好 不过那次这个封面来之后呢 这个雨是几乎都没有再停过 所以连续这么多天的这个下雨 大大小小雨 我想土壤的那个吸水的饱泊度 应该是非常高 那么因此明天后天这个大雨下下来 发生土石流的几率会非常非常大 那这一点呢要特别要请我们地方政府 要根据农委会土石流的显示区的警讯 要能够做好有关的预防和撤离工作 这部分一定要落实 那么这种灾害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在未来这段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未来有任何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灾害的资讯一定要能够随时更新 不只是气象局 那其他的这个资讯呢 也要能够随时更新 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最后一个就是要拜托我们整个社会特别注意 就是因为这段周末时间 可能各位都安排了一些活动 那么正是又大雨的时候 外出其实是非常危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 尽量减少外出的这个机会 能够在家里面 或在安全的建筑物里面 在我来看是比较好 所以在周末时间 所以这点也提醒大家能够注意 那我想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比较遮恐惧的态度 来看待这一波封面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 那我们的相关的应变的应变中心的设置 随时都保持警觉 而且必要之后我们随时再继续升级 那也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